这是十多年前从网络上收藏的一个故事 今天决定把它制作成视频 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知道这个故事 考虑到还有许多人 不能或不习惯大量阅读 所以把文字转化成视频 这个故事比较长 但请相信绝对值得耐心听一听 在讲故事之前 首先感谢记录这个故事的人 解放前有一个师傅 在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 那时候他三四岁 有母亲带着 过去的妇女干活不行没力量 没办法就带着孩子去讨饭 后来住到一个农村 邻居是杀猪的 这个孩子每天在那里看怎么杀猪 有一天他就弄了一块泥巴 做了一个小猪 拿了一根小木棒当做刀 放在板凳上去杀这头猪 他母亲一看就问 你这是跟谁学的 他说我看邻居家每天这么干的 我长大了也去杀猪 他母亲一听心想糟了 才三四岁 见什么马上就学会了 学着杀生害命不是一件好事 怎么办干脆搬家吧 搬到什么地方能使孩子学好呢 这个母亲一想 干脆搬到寺院附近去住吧 寺庙是修缮的地方又有好师傅 他见到师傅修缮肯定要学 学修缮将来就有出息了 这样他就把孩子带到了一个寺庙旁住下了 这个寺庙里师傅只有三两个 庙也不太大 每天早晚上殿 这个小孩习惯了也天天跟着学 每天也学打坐 后来就帮忙烧香换供水打扫殿堂 很是勤快 一干就是二三年 这期间念经也学了不少东西 打坐也像回事 母亲见孩子学善很是高兴 有一天这个小孩跟师傅说 师傅我想跟您老人家出家 在这里当个小和尚来伺候您 您看行不行 老和尚一听很高兴 就说行 但你得跟你母亲说一下 你母亲如果同意了 我没意见 愿意收你 小孩说行 我和母亲说 这小孩跟他母亲提出这个要求 母亲一听就哭了 说你父亲去世又早 就你这一个孩子 你要是出家了谁继承我们这家门 再说了我这养老的事情怎么办 你不能出家 无论如何我不同意 老和尚知道了这事 就说这样吧 你母亲不愿意让你出家 你就当个居士修行也成 小孩说不行 我一定要当个师傅修行 结果这小孩子跑到火房里 拿一把菜刀站到母亲面前说 你要答应我在这里出家就不死 你要不答应 我就一刀把自己砍死 他母亲一看 心想这孩子不过是吓唬我罢了 他才几岁 母亲就说 不行 你就是死了 我也不答应 这个小孩来真的 一刀就砍到自己头顶上去了 血冒的到处都是 母亲慌了 急忙去找师父 师父您赶快救命 您把他就好了 就让他出家给您做个小徒弟吧 老师父很慈悲 上前把刀取下来 抓了把香灰往头上一按就不冒血了 就这样小孩出家了 他的母亲就不能在这里住了 自己讨饭去了 从此这个小和尚跟老和尚在庙里修行 别看他人小 确实勇猛精进 有时候因为小庙里生活不太富裕 给人家念念佛 做做法事搞一些生活门路 也可以很好的弘扬佛法 有一次做法事 把法器丢在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师父回来才想起来 哎呀明天还有一堂佛事 这法器取不回明天如何去做 老和尚着急了 一个师叔一个师兄两个人在那里商量 小和尚在一边听了 就跟师父说 师父您不是取法器吗 我有办法决定不耽误明天做法事 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得答应我 他师叔一听小孩子顽皮啊 你有什么办法跟我说说 有什么事情我答应你 小和尚说 你看我现在连个长山也没有 上殿拜佛好像对佛也不恭敬 我没有别的要求 只给我做个大挂就行了 他的师父就说 你能把法器取回来我就答应你 小和尚说师父空口无凭 后来老和尚取了一定银子 交给了他师叔 你得做保管 他能取回来就拿这个钱给他做个大挂 小和尚很欢喜 跑到了佛堂里 点了蜡上了香搬了一个蒲团 一个人把门一关就打坐了 就这么一打坐一支香才啄了一半 几种法器自动就回来了 师父一看 这徒弟不是一般的人了 已经是超凡入圣了 就恭恭敬敬把这个住持的位子让给他 因为他这是开了大智慧了 有神通 别看人小他担当得起 这一当住持 经常开谈奖经 招来了十方信众 小庙很快就发扬光大 庙里面常住的师父居士们就很多了 几年后他母亲年纪大了 讨饭自己也走不了路了 在很远的地方 他就知道儿子现在当了庙里的方丈 这个庙也很有钱 他就自己想 庙里这么多人居住 也不缺我一口吃的 回去找儿子吧 他是慈悲的 老太太这就回来了 这庙已经大不一样了 庙门开着老太太想进去 守门的僧人拦住他问 老施主您从哪来 做什么事 老太太说找我儿子 他在里面当方丈 并叫他儿子的乳名 这开门的小和尚 也不知方丈过去的小名叫什么 就和老太太说 您稍等 我去请示一下方丈 小和尚给方丈一顶礼 把经过一说 方丈一听赶紧叫了进来 老太太一进就叫她的乳名 说儿子你现在很好了 可你的母亲现在没饭吃了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讨饭连路也走不动了 我来这里没别的要求 你每天能给我口饭吃 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了 方丈一听就说 我是你儿子 你是我母亲 这是实实在在的 但你知道现在我住的这个地方是庙 寺院是十方大众修行的道场 我现在吃的饭不是我自己的 我也不种地 也不做买卖 这个饭是大众的供养 这供养我能吃 为什么我能吃 我每天念经念佛 给一切众生消灾其福 为弘扬佛法来普度众生 做这些工作才可以吃众生的这碗饭 你说你在这里吃住 又不会念佛 又不会弘扬佛法 又不会念经给人家消灾 我可不敢留你 这可是错因果的事 老太太一听这儿子太绝情了 太不笑话了 这庙这么大住了几百号人 哪天的剩饭我也吃不完 怎么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老太太就生气地说不管怎么样 我生你一场 也抚养你到好几岁 在以前讨饭的时候 你走不动路我背着你抱着你 好饭敬你吃 你现在行了当了方丈了 我现在讨饭不行了 跟你要一口饭吃你都不愿意 老太太骂了一阵 生了一阵气 方丈如如不动还是如此说道 母亲你不知道 儿子是不孝 怕你造孽 实在没办法 你这一生穷 是你前生没有修复 所以你讨了一生的饭 这个因果关系是丝毫不差 希望母亲能谅解 母亲看儿子一直这样说 但他对其中的因果关系不是十分明了 世上老百姓都只知道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他不懂得这细节上的道理 哪里有儿子不给母亲饭吃的 后来母亲又跟儿子慢慢商量 那你说怎么办 我走不动路 总不能让我冻死饿死累死吧 你总得给我想个办法呀 他这么一说 儿子就开话了 办法不是没有 但就有那么一线小路 我怕你不同意 如果你同意了就能办成 不同意就不行 母亲说你说吧 只要能给我口饭吃 叫我怎么办 能办得到我就办 儿子说决定能办到 就看你办不办 你每天坚持念阿弥陀佛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念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净土 这就行了 你念一句阿弥陀佛 我给你一粒米 你一天只念了这一句 行了你就吃这一粒米 你念一万句给你一万粒 你说同意不 老太太一听叫念佛这可以 念一句给一粒 念一天说不定就够吃 就答应了 结果方丈派了一个小和尚在那发米 监督他念一句给一粒 刚开始不习惯 他没有这个信心 累得不得了 没过几天瘦得皮包骨头 几天一过 风声传遍了寺院 老少的僧人居士都骂大和尚 这个方丈太不像话了 一点点人情味也没有 怎么能这样对自己的母亲 这是害他 是让他死得快一些 这样不等他解脱就死了 监督老太太念佛的小和尚 也觉得大和尚不像话 一点善心慈悲心也没有 心想这我不能不管 我得照顾老太太 偷偷抓了一把米放在了老太太的碗里 这刚刚放下去 那边大和尚就派了侍者来叫这个小和尚 你刚才做了什么 师父我什么也没做 你有没有抓一把米放在老太太的碗里 他一看瞒不住了 老师交代说是我看老太太太可怜了 就抓了一把米偷偷放到碗里 希望大和尚慈悲 好我是慈悲 这样吧你现在就离开这个寺院 小和尚被签单了 你不守我的清规 我指定你的工作你不去完成 结果来个假慈悲 坏了我的道法 就这么把小和尚一签单 全寺的人就公开骂大和尚 大和尚也知道但他是误道的人啊 他又派了一个小和尚去监督他的母亲 老太太每天就这么念着 时间一长也顺了 这一念就是三年 有一天老太太和监督他的小和尚说 小师父你去叫大和尚来 我有话要和他说 这时他也不叫儿子小明了 小和尚一看老太太今天精神饱满 和往常不一样 跑到大和尚那一顶礼 师父老太太有话和您说 大和尚一听就过去了 老太太恭恭敬敬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 感谢大和尚度了我 感谢法师慈悲彻底地度了我 我今天是跟大和尚辞行了 阿弥陀佛已经通知我 今天就走去西方 大和尚面带笑容地说 我知道了 这么一说一答 小和尚还在旁边发愣 老太太把腿一盘掌一合 念了两声阿弥陀佛就走了 老太太一走 全寺的人就传开了 好多的人跑到大和尚这里来求忏悔 我们这几年一直在骂您 说您不像个方丈 这一下我们才真正了解到 我们的方丈是大慈悲 不是一般的小慈悲 是真正的慈悲 方丈微微一笑说 不怪你们 只要你们以后能如法修行就行了 我怎么能会计较你们呢 只要你们能认真的修行 在这一生定能解脱 这个故事发生在解放前 解放后这个大和尚不知去向 但大和尚巧度母亲的故事 一直流传到现在 多年前当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就非常感动 今日制作成视频 希望更多的人能知道这个故事 并从中获以 有的佛友读了这个故事之后 感叹地说 赞叹大和尚的同时 也赞叹一下老母亲 能够慢慢念到没有脾气不容易 说明很有善根 平常人特别是女士 情绪常常很多 弄不好抑郁成病都有可能 当然大和尚修道有成 母亲的根性大概都观察到了 用这个适合母亲的方法 度了母亲也度了整个寺院 报了母亲的恩 也度了有缘众生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个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